我期待很久的游戏终于出了 你别笑 虽然有一些bug 但有一点让我佩服的是 11种配音 18种不同语言的字幕和界面 中文字幕有中文配音 还有中文界面 又可以一别图案游戏 一别学中文 我玩的时候 同时开了中文配音和界面 加上英文字幕 让我可以关注对面里面的翻译 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点 我觉得艺者辛苦的工作 不易被察觉 但是就对我们的游戏体验 有一个不可小觑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的关注 跟我一起聊聊吧 在这个片段 第一次见Dexter 要给他一个服务 Dexter的修文 百文不如一见 幸会 人物的名字保留着英文的发音 就直接叫Dexter 而不是音译成中文 我觉得这个处理很好 因为他会避免翻译箱 这种感觉 哦 德克斯特德孝恩 百文不如一见 百文不如一见 这句话 英文原文是一个flash 是本人的意思 见到本人 见到真人 但是他们不是直译成终于见到本人了 他们翻译成了中文特有的一个说法 或者一个成语 后面类似的处理还有很多 比如说 不过谁想这么诚意 那就是敬酒或吃吃法酒了 英文原文是 They see the beast inside 他们可以看到我里面的野兽 可以看到的就是又是一个adaptation 我和Dex疼过了 肥老给的肯定是肥柴吧 英文原文是一个混打西语和英文的一个句子 But it is a big deal Literally not Yeah 所以这个英文原文的意思就是 他是一个大人物 按照字幕的意思 大 你看他胖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还是蛮成功的 我刚说的这些例子 一般都是用了意义这个翻译设计 不均于翻译原句 以跳涉原文的一个方式 也许选择了复合中文人的表达习惯 这边好像跟原文差一大是吧 但是在上下文中可以看到英文想表达的意思 就让听者听着舒服自然 就像这个例子 从前我有幸结识的Jeky兄弟 T-Bag小姐两年前也帮过兄弟我 所以一派集合 一派集合 它的英文原文是 So give me all 我们直译的话就会变成了 所以我们就到这儿了 但是我感觉一派集合听起来顺耳多了 对不对 还有一些口语的表达 还有这个我去 原文是Shit 然后躺平 就是 What have been flat on the balls 那个觉得马龙早就躺平了 就这种翻译用年轻人的流行语 就听起来很自然很惊气 管好你的嘴 你甭不信 我嘴很严的 你甭不信 用翻译会听起来比较口语化 可以拉近距离 但过多的翻译可能会拾得其烦 有点触悉的感觉 这游戏里面有一些内容还是很难翻的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选择 omit 就比如说这一句 to add to the shitstorm 为了了解这个文字游戏 我们需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个是游戏里面有一个王派的英文名叫 maelstrom 选拨吧 中文名 他的结尾是strong 然后英文口语的说法是 shitstorm 狗屎风暴的意思 storm和strong有很相似的声音 所以可以开一个文字玩笑 但是意思就觉得太麻烦了 直接把它删掉了 中文变成了 偏偏呢 偏偏呢 一代而过 整个原文的意思也有一个意思 那个女人她打的什么算盘 我哪知道 那个女人 但是原文是copal agent 就像一个替换 我想试制她 但是又不想翻译成copal agent 那我就说那个女人 那我就简化了 还有一些译者会自有发挥 都会改写这个原句或者加戏 就比如说这句 Jackie动刀动枪还行 这是中文 英文是Jackie's only good at some things I know you know what I mean Chinky 动刀动枪还行 他做了一个解释性翻译 其实原文不是直接说出来 Jackie上场什么 你把敏诱的意思翻译出来了 直译的话是 Jackie只是上场某些方面 我知道你知道了 听起来还是有点翻译枪的感觉 虽然我觉得这个翻译 质量非常好 但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感进 比如我们拿Jackie来说 有一些句子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有一些文周周 手头的某个线索 现在被五花大绑 塞在后备箱里 不入虎穴 掩得虎子河 这是白身的头号规矩 有一些了大的语气 没有表现出来 就比如说拿Jackie来说 他会不停地省着这个结尾 Tall looking combo 这个人可能是一个Gangster 但是他的中文比我还好 感觉我在听那个汉语考试的听力 似的非常的标准 这游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人物脑中内置的芯片可以把对方的外语 直接翻译成其他语言 这不就是随身携带的翻译器吗 总之有机器翻译会期待人工翻译的声音 但就像今天我们在探讨的 那么值得推敲的翻译细节 提供高这样的能提高沉浸式体验的翻译 不是简单的事 更何况翻译成博大音声的中文 我觉得在这个游戏中 最后来说 逆者没有仅仅把自己当做一个文字的扮运工 而是当做做着本身来创造 把游戏制作者真诚想表达的意思 以玩家能自然舒服的接受方式来表达出来 这都需要议成很强的语言和写作功底 加上对双元化深厚的了解 最后你们觉得这款游戏翻译的怎么样了 再评论里告诉我 下期再见 拜拜